平农监狱顶心酱油 平均每年为国库 溢注近6000万元营收 是平坚最赚钱的自营作业项目 原本以为武汉肺炎疫情关系 买器会受到影响 没想到销量不减反征 比起1、2月平均销量 多出了2000箱的订单 如果是以这个箱数来讲的话 大概我们原本1、2月的话 大概是销售都是4000左右 那在6月份很明显的 大概6500到7000 只有这个成长 平农监狱表示 目前市场反应超出预期 推测可能与消费者担心感染风险 放弃出外用餐 在家做菜机会大增有关 你们现在大家都呼吁 尽量不要出门吧 我想说就东西买买 然后就回家煮了 这样子 另一方面本来就有这个习惯 希望借着扩厂的效应 能够生产更多的一个数量的自营作业产品 能够达成供需 能够平衡的结算 那这个扩厂的情形 目前正在积极在完成当中 平坚酱油年产量约300吨 扩厂后产量初估可增加至少三分之一产量 达到400吨以上 预计5月底前完工 酱油班人数也会增加10名以上 除了增加产能 同时也培育收容人 成为酱油专业人才 明镜喜欢巴浪 评论凌落 这场报道